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您请到的第一位特别来宾 她就是和夜来乡同时散播芬芳的 郁金香名主持人林峰先生 谢谢林峰 谢谢你 非常地恭喜你 夜来乡终于开花了 希望这朵花开得很芬芳 自从开花以来 在荧光幕上 你的每一个妇媚动作 都是成熟男人谈论的话题 譬如你 对 而且你的每一件服装 都是女人视觉的焦点 是吗 因此大家都送了你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站在流行线上的女人 谢谢你 真好听 那么不过郁金香开播以后 我观察了很久 我觉得我也可以送给你一个外号 什么外号 顶着流行尖端的男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见过各式各样新潮的帽子 可是只有林峰 她是真正顶着一顶 真奇帽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你平常的服装 永远是站在流行的尖端 你的睡衣是不是也是 我可以很大方地回答林峰 不过这个答案也许你会觉得很惊奇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穿着香水睡觉的 夜来香 请不要醉倒了 不会的 我终于找到了我们两个人 唯一的共同点 你的意思好像是 我们两个人都是用香水睡觉的吗 不是 我是穿着消毒水睡觉 女精香